好,谢主席,有请次长,还有我们有请谢次长,陈主任,陈主任,我们可能行政院的那个王副主任,在旁边,王副主任,好,大家早安,辛苦了,刚刚我的PPT已经秀在这里很久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预作准备哦, 我会关心在我的选区大屯火火山的灾害防救,我们台湾get ready了吗,其实我关心这个议题两年多,也很感谢相关的防灾的作为,有慢慢来补强,但是我今天还是要逐一来盘点一下,好,下一页 首先我要肯定哦,我今天早上一醒来,我收到我的line,是行政院的苏院长亲自发的line 两则讯息,右边这个,好雨过后,防疫三步骤,要求也请求所有的国人一起来协助清理家园,不要打赤脚哦,有可能破伤风 那我们要注意防止病霉纹的资深员,要预防登革热 当然,他也告诉国人,我们要注意饮食跟环境的卫生,来预防肠道的传染病 这是我们苏院长亲自上线来说明防疫的步骤 左边这个呢,是苏院长替农委会跟替科技部,我应该这样讲 来做这样一个防灾新科技运用的政绩的宣导 这就对了,院长亲自替你们做 次长,我们是不是首次由科技部协助农委会来进行无人机的勘灾 这应当是我们科技部协助建制的一个防灾的作为吧 来,让你来好好说明一下 是的,没错,我想这个无人机其实台湾也希望能够发展出来这样的一个产业 同时它的应用,实际上民间的企业也动起来了 我知道在竹科有相当先进的科技 整个无人机的AI化 然后还有这个航程设定 甚至可以自动的闪避这些都有非常 都已经相对的非常精进精良 所以苏院长这个line的图卡告诉我们 首次无人机的勘灾,行政院动起来 灾前可以用大数据来分析历史的资讯 灾后可以使用无人机来进行勘灾 未来还可以运用在哪些灾害的使用 我想许多不同的天然灾害都有 包括像一些地震或者是 Vecano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去 火山也是可以 那我想问这样一个首次无人机的勘灾是农委会请求 还是科技部出动 还是灾防办要求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 所有内阁的防灾都会落入一个部会主责的发动 或者是灾防办的召集会议之后 或者你们科技部还有一个灾害科技中心 到底是谁来启动这样一个新新科技的运用呢 好的我想这个 部会之间其实政府只有一个 所以部会之间是分工的 当然 对那科技部主要就是尽量的 来投注资源精进我们在比如说 好 那这个无人机的勘灾是谁发动的 农委会 是 所以是农委会 换言之未来不同的内政部 你如果发生了地震 你也可以去哪里派这个无人机 你们都有各自的建制吗 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啊 像无人机报告 我们这个已经建制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机制 叫做空间情报小组 空间情报小组 所以所谓空间情报小组 包括卫星 包括农林航厕所的飞机 包括无人机等等 这个小组不论哪一种灾害 都可以来出动 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制去运作 所以各该主管灾害的部会 可以随时要求这个小组 帮我出动无人机 我要去哪里看灾 所以SOP是这样的吗 无人机的 这一次无人机的部分 除了透过空间情报小组 然后农委会他们其实是 非常主动的去运用这样新兴的一个科技 好去做一个推动 所以呢 你们就要强化告诉各部会 有这样的新兴科技 大家都可以来善用 好不好 所以我要肯定 苏院长亲自上线替你们做这样的一个防灾的宣传 我想次长回去请我们部长的陈良金的创新笔记也可以写一写吧 好 谢谢 好下一页 我进入我的主题喔 陈主任在这里 我看到灾防科技中心 106年度的KPI 样样都达标 而且都超标 百分之百plus 包括在研发推动的部分 学术研究 能量累积 都达标 甚至超标 然后呢 在技术支援跟实际的科技运用的部分 也都有很好的成绩 但我要针对火山的部分来请讲 火山防灾的部分 有达标吗 夏业 至少一件事情 思雅我担任立委这两年多 三年多 刚好是2017年最新的研究报告 大屯火山是休眠的火火山 所以相关的科研的资料媒体的报导 包括我在这里倡议 然后内政部跟科技部动起来 之后 社会的防灾意识 在火山灾害这个部分 至少是逐步建立的 我就以去年跟今年 只要发生地震 整个国人 尤其我的选区 台北市 士林北投 大家居民就开始会传 火山会不会怎么样 火山会不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至少 不是为言耸听 但至少大家有这样的防灾意识 所有的媒体也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追踪 这是好事 我们要料敌从宽 欲敌从严 好下页 我在3月8号两年前 的咨询我要求5件事 补充大屯火山观测站TVO的人力与预算 修正灾防法 把火山灾害列为国家级灾害 然后建立火山科技的防灾 来尽数来建立灾害潜事地图 第四件事 我要求要纳入国家灾害告警系统 将火山灾害放进来 最后一件事情 要跟地方政府来建立火山灾害的演练跟应变模式SOP 市长 我们哪几项做到了 哪几项没做到 好 我想我们在107年5月23号 确实就有很踏实的把这件事情纳进去 所以 现在把这个火山列入 好这五件事情 做了哪几件 其实都做到了 都做到了吗 对 第一个TBO其实我们有 增加人力预算 好你先说都做到了 修法做到了 前世地图做到了吗 有 好 这是你的答案都做到了是不是 好 我一项一项来讲 报告委员 哪里没做到 也就是灾防法过了以后 那气象局 还有这个中央地址调查所 已经开始啊 在建制这个东西 前世地图做好了 但是啊 还没上线 还没上线 所以我的答案在这里 来秀出来 50分 50分 等一下我一项一项来讲 来下一页 确实灾防法修了 不好意思 撕咬委员的提案 2017年11月7号 本席提案的版本 终于将火山灾害 列入灾害防救法的 适用范围 好 这个得分 下一页 第二个得分的是 中央地方确实建立了 灾害演习啊 在2018年的3月31号 而且我还收到简讯 我很多的选民 没有看到这是演习 都来说 火山要爆发了 撕咬委员 要怎样 你还要够火山 要怎样爆发 我说没有 这个是请看清楚 这是演习 好我确认 那天在我们国防大学的 父亲刚校区 有做了演习 这个也得分 好下一页 这个得半分啊 也就是TVO的预算 我为什么说得半分 因为 我们确实有两个计划 一个每年都六千多万的 就是 这个确认大屯火山 地下沿江库的 位子跟行貌 我上次质询要求要 密度广度都要再增强 预算要逐年编 第二个计划就是现在 常年在支持TVO的团队 好我们领主任的团队 每年五百多万的这个研究计划 我说得半分是 都是只有计划才会合经费 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团队 每年提计划 我举例讲第一项 我在追第一项的这个 沿江位子行貌这个调查 我要追109的预算框多少 科技部的人告诉我 我要等团队把计划送上来 我们才会给预算 听起来没有错 但跟我的要求就有落差 应当常年 既然火山灾害成为我们灾害防救法 列定的国家级的灾害 你就应当常年编列固定的预算 充足的预算来支持这样的 防灾的研究跟侦测 而不是没计划就没经费 来次长请说 所以我说得半分 其实我非常鼓励就是 科研要有长程性 所以我们鼓励多年期计划 那我们也希望说团队 尽量减少一年一年这样提 比如说一次就提个多年期计划 那你的制度上也要设计多年期的计划 那会不会109年之后 我之前看到的第一项是106到109 109以后就没有了吗 我们一定会再继续 我要求你回去研究一下 他应当落入灾防法修正之后 就应当列入长年在科技部 有一个火山侦测的固定预算 他不再因为这个团队在 而且这个团队有申请才有 经费 你去研议这件事好吗 所以我说得半分是这样 好下一页 没得分的就是灾害前世地图 还没 我的资讯是还没做好 好来主任你等一下一并回复 主任说是做好了还没上线 没得分啊 下一页 因为前世地图没做好 我们列入国家灾害告警系统的项目22项里以外 火山就还没纳进来 这就是我说的还没得分 我没有欺负你们喔 确实只得50分 来主任这怎么补强 报告委员我想在今年的2到3月 这个气象局跟中央地质雕塑 他们已经有定出啊 火山的这些一级二级警戒的标准 我想所有东西都要经过 完备之后 那什么时候前世地图会有 什么时候纳入告警系统 就告诉我答案 主席站起来了 我们回去啊 好好的跟他们再聊一下好了 再聊一下 我在咨询 我没有要跟你聊一下 我想我们赶快把这个资料 送到委员办公室 下一页 就像我上次讲的Line Act 你们说也要把福灾核灾5月底纳入 对不对 我要求火山灾害也要列一下 所以这两件事情 也就是Line Act 还有告警系统 以及潜视地图的进度 都来跟本席报告 半个月内来跟本席报告 我要求 越快越好 马上完成建制 已经是国家级灾害了 好吗 料敌从宽 欲敌从严 一起努力 谢谢 好 谢谢思耀的咨询 谢谢 继续我们请李立芬